如果你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你想不想收到死亡通知 真是真的有奇迹 你终于战胜死亡 真过来了 干得好 小永世 命运可以扭转 哪怕现在绝望中 依然别放弃希望 生命有无限多种可能 心存希望就有任何可能 这粥的味道喜欢吗 喜欢 那再多吃一点 吃越多长越帅 我们小五将来长大 一定是个大帅哥 苏孝武 或许再过不久 你就会改姓姜 叫姜孝武 但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你记住 你曾经叫苏孝武的日子 别忘记你曾经受过的苦难 别忘记你曾经跟死亡搏斗的过程 然后坚韩的勇敢的突破所有密切 就像你战胜死争 就像你战胜死亡一样 很开心 你能活下来 他比谁都开心 那天是阿公把我抱着 我知道 是阿公抱着你 保护你 你才没受到更严重的伤 所以阿公没有任何遗憾了 大哥哥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吗 那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了 我们会再相见 那我们大勾勾 好 拉勾勾 谢谢你小五 你让我相信世上还有奇迹这件事 等我们再次相逢时 你 或许已经白发苍苍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是你 陪我走过这段见证奇迹的旅程 是你让我明白 奇迹 不会平白无故地降临 要有强大的勇气 面对各种千辛万苦的考验 才能迎来一次奇迹的临线 生命 有无限多种可能 也许下一秒 奇迹就会发生 泛江一泽 是的 华 据说第六个人选 您这命运的转变 忽然提前身亡 华 由于事发突然 上头只好紧急撤换人选 哇 怎么了 华 初三 你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 这次被挑中的人选 范江一泽 正是我的记录对象 范江是个白化症患者 自幼遭受霸凌 在成长过程中 吃了不少苦涛 他就像雪过来的精灵 却走错了森林 导致他的人生档案 演变成一本活生生的黑暗史 二十八年的边缘化人生 宛若丽府般 以刀以刀地 凿出他性格中的阴暗和扭曲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 会亲眼见到他 一个纯白无垢 内心却彻底被黑暗腐蚀的精灵 大风吹过 吹落他的涟漪帽 醒目雪白的头发 立刻引起一阵不友善的注目 无论有心或无心 周遭的人们下意识地闪避他 范江 怎么样 上次跟你提过的外拍 滚开 什么嘛 自以为是的白毛怪胎 算了啦 别理他 我们找别人 怪胎 白毛 吸血鬼 这些都是他的绰号 从小到大 这些绰号就像骑士的标签 被人恶意地贴在他身上 他曾经是个精灵 曾经 可惜 人是会变的 在布满荆棘的曲折之中 慢慢地 一天一天 一点一滴地 被鸟曲 被腐蚀 白毛你干什么 为什么 我的毕业论文 为什么始终过不了 这就得问你自己了 为什么在博士班熬了这么多年 还端不出像样的东西 你想干什么 范江一泽 别忘了 你的论文能不能过关 还得看我批不批准 要你批准还不容易 可惜我不是女的 不能陪你上床 混账 你说什么鬼话 当心我告你毁谤 是不是毁谤 你心里有数 你这混蛋 天杀的白毛怪胎 你给我记着 你这辈子 永远别想拿到博士学位 范江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母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 上头有三个兄长 两个姐姐 无奈 外形独特的她 不止被社会边缘化 连最亲近的家人 也将她放逐到边缘地毯 父亲 待她严厉苛刻 母亲视她为耻辱 兄姐当她是异类 只有她的祖父真心待她好 可惜 老人家走得早 在她成年没多久 她的祖父便离世 留下一笔可观的祖产给她 让她得以脱离冷漠的家庭 自力更生 老实说 要面对她 我还真有点措手不及 但她的时间所剩无几 我不得不现身了 饭 上哪儿去了 居然是她的实验室 她就像电影里的怪博士 成天埋首在实验室里 钻研她毁避世界的研究计划 我这么形容是有点夸张 但她所研究制作的一切 都跟爆破有关 你是谁 我是初三 你的记录员 同时也是你的观察员 你跟了我一下午 被发现了吗 不不不 我不可以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好歹我也是 天界死亡局的天字第一号特派员 怎么可以输在她的气势之下 对 我来通知你 你的生命 只剩下倒数七天 你的影子若有若 你不是人类 观察力真好 有杀气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别着急 给你看些东西 幸好我暗得快 吓死了 这是什么 范江一泽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都得听仔细 你只剩七天的时间 我是你的观察员 这七天 我将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直到你 死亡为止 很酷地撂下我的对白之后 趁他静止无法动弹的期间 我又花了几分钟 说明我的来意和目的 范江是顶尖聪明的人 无需我多做解释 他也没有浪费太多时间质疑我 但他实在太沉默了 沉默到我觉得害怕 以上说明到此为止 你有任何疑问吗 放开我 放开你可以 不过不准 绝对不准攻击我 我现在都会渡将忍费太多年 快点 我走开我 杀出了 再周我 nud 不准 你 没错